來喔 這個米吉林的 吉南八月三十 要來公佈到 餐益的名單 今年是頭一次 跟台南跟高雄 入到冰酸的範圍 這聽起來應該是好消息 但是 台南人沒在悉恨 說他們台南的在地人 比米吉林的冰酸 還更難吃到 說在地人 如果是說好吃 一定就是很好吃 說他們青菜外面的一道米粒 就能夠來打敗一堆米吉林的店鋸 小虎虎的小虎的米粉 人家在外面熱熱熱熱騰 這是台南有名的在地點心 我們就來了 還有三個魚章外 用在地食材 料桌又澎湃 像你無關是牛肉湯 論餅到 那些是瓜包 中間有名聲 會更最出名 不過在台灣幾百五年米吉林自南 今年才開始跟台南高雄 例如這次憑算的範圍 這個公園對台南人來說 好像不是很重要 台南不需要米吉林給我們什麼認證 我們台南自己就一套自己的認證 不就是這個給觀光客看的這個指南 台南不需要米吉林 我們都自帶米吉林 自帶認證 巷口無敵 住在台南五十年王先生 來到這間土土魚雞店 就算是上班日人客也坐牙匙 還有這間四百魚肉吃飯 在地人也很愛吃 還有這間炒生魚一米 生魚肉吃起來脆脆 青的又沒有臭臭味 過去每天都在做已經店為主的米吉林 六十年 也要去參加的餐廳 雖然不像紅色米吉林要求這麼多 不過他在台南人的心目中 已經是一套他的料理 所以大家都會俯視當然的看著你 所以你自己反而會自己反而會進步 米是一套台南 點心 餐廳 那些是一套食 帶到名聲 頭脆脆 很多市民認為 行家族的比米吉林餐廳更好吃 沒有人煩惱 若是讓米吉林餐廳裡面 就有可能的器材 人也坐美隊變 不過沒有人期待 有米吉林拍文索 會讓很多人了解台南好吃米的賣力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 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